他变成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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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今天我的早餐 我的早餐到底是水餃還是鳳梨酥呢 我不知道 所以我們今天就會在線上 煮水餃 還是鳳梨酥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食藥署都沒有告訴我們說 他們告訴我們說 這是一款包餡麵食 導致於我們在大陸申請的時候呢 就都卡關了 所以我們今天準備了鍋子 我現在就要把它給打開 等一下我要燒用火鍋的方式 試試看給大家這個黑暗料理 告訴大家 如果鳳梨酥作為包餡麵食的話 到底是好吃還是不好吃 大家可以等等看 這個是餃子還是鳳梨酥 包餡是包所謂的肉餡為主的 然後呢 麵包糕點餅乾就是這個嘛 就是麵包糕點餅乾在這邊 很清楚啊 所以我不太知道 喔我不太知道為什麼 我不太知道 這邊有小手手可以拿出來 欸第一次用豬海蝦呢 小手手 感覺蠻好用的 所以任何有一點點 閱讀能力的人 你看到這一個 包餡麵食 跟所謂的烘焙一般的糕點糕餅 所以呢這個鳳梨酥就很多的廠商 被我們的政府拿去申報 造成說他是類似水餃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呢他被拿去做水餃之後 那廢話嘛 你來跟我申請水餃啊我怎麼會給你過關 那我只好請你修正 所以你就沒有通過 這個時候呢我們政府就說 你看啦又受到中國大陸的打壓好 但與此同時呢我們水滾了 所以我們就要先把我們其中一個 類水餃 然後我們現在要把他 下鍋進去 呃 不曉得會怎麼樣 等一下我其實不知道今天會不會翻車 因為我從來沒有做過這件事情 好 總之呢我現在就把我們的 類水餃下到鍋子裡面去了 看起來很不妙 看起來下去之後開始有一些 麵粉就開始變呼呼的 有那種 芙蓉豆腐的感覺 他變成是 哈哈哈哈哈哈 他現在已經天哪 他是有鳳梨酥湯的感覺 但是他 嗯嗯嗯嗯 因為這個鳳梨酥他在被 當成水餃的時候 他變得相當軟弱 好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是原貌的 我處成功一個 嗯 我跟你講這有點像那種火鍋料 裡面的那個 冬瓜餡吧 冬瓜鳳梨餡還可以 就是甜甜的 然後如果你把它配火鍋吃了 就是一種偏甜的火鍋 但我覺得外面這一坨 麵粉有一點糖